啥死不买日系车 只终一自主品牌的宝贝看过来 如果你想看你干个二手的 直到价34万9千吧 开一年给你配蹦起来了 就这种车偏冷门一点的 HS系咱整个二手车有没有毛病 你包括你热度高一点的领克 你包括长城吉利比亚迪 咱干个二手车不只省了一万两万的宝贝 一年车流的准新车咱干一个不行吗 合资然后车现在跌爆炸了 咱买新的没毛病 但是自主品牌车宝贝我建议你谨慎考虑 毕竟现在新车优惠力度不如合资车 你买完之后你自己承担大部分亏损 整个二手车是不是能让你摇头晃脑 能让你在众多车主中间 鹤立鸡群少赔一点 我之前给你们拍过很多几视频 研究二手自主品牌的车 你如果说有洁癖 你干新车我不拦着你 说明你很有钱 但是你记住我一条 如果我自己去选的话 我会选择准新二手的 毕竟差点也太多了宝贝们 就从去年到现在修的 你能不能讲述一下自己的经历 有没有买后悔了 开了一年不到就想卖 结果让你亏蹦起来 两月期的不来事的车型 还有买完车的宝贝降价排行吗 你就别看 我怕给你添堵啊宝贝们 同好老师可以做一下参考 多发问我其他视频 直接能帮到你 每天在门了解新车二手行情